每朝新聞頭條 國際焦點 報章精華內容 寫評紮要 一日為你壓要解讀 D100新聞天地 主持李錦浩 鍾藝謙 早安 2021年6月9日 星期三 歡迎收聽D100新聞天地 直播室有老總 李錦浩和鍾禮謙為大家主持 香港城市很特別 外媒也好 本地也好 都換語香港 有不同名稱 我為香港近期社會狀態 多一個名稱 抽獎城市 很少一個城市 一個地區 能夠為了鼓勵市民打針 有這麼多考納名目的抽獎計劃 昨天出手 就有長勢集團的成哥 新世界鄭先生 亦都出手 一個城市 為何搞那麼多抽獎 就是為了要高大疫苗接種率 林鄭昨天出席這個行會 之前的記者會 亦都就著 就是這個 在坊間 抽獎的數目 亦都有一個總數出來 有點自名得意的感覺 但是 回頭看 就是一個城市 要去接種疫苗的時候 要為了局數 牽涉到一些抽獎 一些利誘方式 才能夠令到市民去接種的時候 都相當悲哀 因為牽涉到就是 為何要有利益輸送 市民才肯去打疫苗 而不是基於一個 防疫或科學的數據 而去打 究竟這些抽獎 能不能夠成功 推出一個疫苗接種數 繼續看下去 還有最後 是否真的有些市民 能夠成功中獎 即是來自當頭 以利有為這個目標 都成為香港社會的新趨勢 又講到我們的行警長官林鄭 正如明報前的調查 都看到林鄭見報率真是很高 今天都成為了新聞的主角 一方面都講到 抗疫方面 為底港人士 驗抗體 另一方面 日前被星島前老闆何先生 嚴遲評擊 昨天溫和地回應 林鄭怎麼說呢 香港還有言論自由 會繼續聽意見 就著何先生的言論 林鄭就說 其實都有很多對政府施政的評論 他和團隊都會以謙卑的態度去聽意見 盡量在任期之內做好工作 聽下去似乎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但是香港一些其他意見 又有沒有聽到呢 他聽的意見 是否只是局限於某些人的意見才聽 其實他又用了一招太極雙三風 因為何先生不是說什麼意見 是針對他 因為你做錯一個決定 以至香港都受到這麼多制裁 這個呢 其實真是很針對性的 好了 今天來講 我們新聞早點解讀的 似乎大家不太留意 但你發覺你加起來 就發覺問題很大 包括會計師公會 周薩權 他的監管職權 將會轉移一個新格的 叫財匯局 另一方面 律政司方面都有新的舉措 如果就著這個資深大律師的任命問題 有些新安排 其實都針對著會計和法律兩大行業 多年來可能醞釀出很多所謂的民主派力量 所以這方面政府也都用一種是 明沙湖棧道暗渡陳昌的方法 將你修理修理 那沙湖新聞解讀再和大家看看 究竟這兩個組織或這兩個行業 政府再次好像用對付區議會的招數去整頓 又會有什麼效果 先來看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大致多晚間中有趙雨和幾陣雷暴 最高氣溫32度 吹和換冬至東南風 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趙雨 現時氣溫26.9度 相對濕度93% 今日的新聞早點帶大家 先看看一對父子如何減肥 最新的新聞早點 父子同心 其利不單是斷甘 並且可以減斷體重 肥腦變回壯男 父子齊齊減肥 一個控制飲食的經典 不妨成為大家參考 這對婦子如何減瘡呢? 有一些飲食控制 用了生酮飲食方法減瘡 只是吃脂肪和蛋白質 這兩類食物 再加上運動之下 兩婦子在七個月 加起來減了134公斤 這個減肥方法 當然也有科學根據 也有很多數據 因為單親父親 有任性健身教練 當然他對健身體重 消耗脂肪就很熟悉 所以滴起心關 跟兒子一起減肥 一共短短一段時間減了134公斤 可相言之 減肥前減肥後的差距有多大 有說話叫做 白竹之蟲就死而不僵 原來有些蟲類 真是超過萬年的冰凍 仍然有生命 這真是奇蹟 今次就是俄羅斯最新的研究 就發現 在西伯利亞北極地區 一個永久凍土 就找到一隻凍靈 高達24000年的多細胞生物 質型輪寵成功復活 究竟這個發現 能否幫助提升冷凍人類 動物細胞和器官的技術 都是有時間去考驗 畢竟對於暴雨類動物 或者生物體比較複雜的動物來說 其實冷凍保存的技術 是相當困難 這種情況 是否可以在將來應用到呢 科學家仍然是一些研究 才能夠確保 動完之後 還可以復活到 大自然 或者生命的力量 原來是可以更頑強的 稍後看看兩岸時評 講一下台灣最近 一些疫苗風波 是回到科學層面 今天台灣聯合部的社論 就著說到蔡英文總統的手 新禁長科學家如何把關 事源就是說到曾經擔任食藥署 7月疫苗審查委員的中研院士陳培哲 在5月底 因為不滿政府介入 所以辭去審委職務 他也說到 其實疫苗最大的困難就是總統 因為蔡英文公開宣布 7月要打國產疫苗 但是食藥署是否擋住壓力 畢竟要在審批疫苗的時候 其實也要完成三期臨床試驗 才可以有一個緊急授權 但是現在才去到第二期 蔡英文總統就說7月要打 這位人士就覺得 這樣是不是硬著頭也要過關 作為科學家 他有一個疑慮 就是如果連科學家都失去了 誠實把關的餘地的時候 沒計可思 唯有自己離開審委職務 這位陳院士確實 有他知識分子的骨氣 儘管蔡英文當然很愛護台灣 但是將這個政治過分凌駕 確實是有問題 因為大家知道 研究這個疫苗其實是一個很複雜 很高科技的工作 台灣方面其實都具備這樣的條件 但未必有這麼高的效率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硬指標 一定要什麼時候完成 什麼時候打 你發覺就是 你那個臨床實驗 你發覺很多的程序 一定要做足 你做不足 你都過不了世衛那關 沒有國際性可 所以這個問題也都點出台灣 今天欲速則不達一個問題 另一方面說說 環球時報 野邊雙歐盟又開會 G7開會 發映了中國和東盟關係的緊密發展 在一個不尋常的程度 環球時報就說到 在東盟這條路 美國就選了一條注定要輸的路 為什麼呢 就說到 只要中美不在南海發生軍事摩擦的時候 中國是有能力不令到海域的糾紛 升級成為戰爭 亦都說到 美國不斷想在東盟上拉攏一些盟友 但是環球時報就說到 其實中國就是東盟 是所有成員國的第一貿易大的夥伴 亦都說到 美國在東盟的投資傳量雖然大 但是對比中國 其實近年的投資增長 亦都是一個快速增長的情況 亦都說到 和平發展 對於東盟這個地區 絕大多數國家的現實意義 是來得更加高 中美兩國其實在全球角力當中 東南亞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大家要爭取的地方 在二次大戰之後 美國在東南亞有三個盟國 就是菲律賓、泰國和新加坡 都是軍事聯盟 但是正如環時所說 中國就是東盟最大的一個貿易夥伴 從經濟來說 中國當然比較親 但是從軍事協防、保護傘來說 美國比較親 所以大家都爭取 所以今次 中國藉著美國在全球部署圍堵 中國同時 舉行了東盟外長級會議 這是一個反擊 說到反擊 又看國際上 亦有一個很重要的元首的會面 國際焦點 拜登上台之後 當然有很多活動 但都是透過視像電話 回覆到很多國際元首 不過拜登上台第一次真正的外訪 選擇了一個傳統盟友 英國 去英國出席G7峰會 今次說到 星期四會去英國和約翰遜會面 之後亦會出席七國集團G7峰會 英國倫敦時報引述消息 說到約翰遜計劃在G7峰會期間 提出應對氣候變化的馬歇爾計劃 計劃主張由G7成員國出資 協助非洲和亞洲發展中國家 發展可再生能源 藉此抗衡中國一帶一路倡議 亦有報導說到 G7成員國正是商討 在會後聯合聲明 預料將會是第一次明確提及 台灣海峽安全的重要性 以及對中國新疆人權問題 以及香港局勢表達關注 似乎這些點提一定會有 關鍵在於你用的詞匯下有多嚴峻呢 蝙蝠有多多 這是未來幾天我們留意發展的 8分鐘我們休息回來 看看香港本地新聞 每天新聞頭條 國際焦點 報章精華內容 社評集要 一日為你壓要解讀 D100新聞天地 主持李錦浩 鍾藝謙 早上2021年6月9日星期三 歡迎收聽D100新聞天地 直播室有路中 李錦鵬和鍾禮謙為大家主持 從今日的新聞發展 都令我有一個感慨 香港政府多年來 其實都是自許為一個小政府 小政府不單是理財自樂 小政府就說 政府不是讓都管的 政府會將很多的權力 很多的規範下放給民間 特別是香港很強的民間社會 是來自一些專業團體 你無論會計師也好 你律師也好 你建築師也好 你自己有好的守則 自己管好自己 形作一個強力的民間社會 支撐著香港的法治 香港的高水平 專業 步不順道 但你發覺這些良好的傳統 慢慢都被侵蝕 尤其是三司、律師、會計師、醫生 政府的手越伸越過 醫生方面 早前的免事引入海外醫生 已經搞到滿城的風波 今天的新聞解讀 又講一下手伸到律師和會計師 稍後再和大家詳細講一下 先來講一下今天的報章精華 蘋果日報的頭條說到 官地變巨型分詞 梁福元就開路倒市 明報的頭條 上庭路牆 反修例14案2023開審 星島的頭條是非法倒網 香港頭主爆升 瞄準歐國杯狂吸金 東方的頭條是每年百人過勞死 民衛頭條是加快無現金支付 研發行數碼港元制度 大公頭條也用了電子支付 推廣遇到三大困難 信報金管局研究數碼港元 一年之內就可以敲定 早報用了疫情 林鄭就說到外國 如果坐飛機來香港 在香港機場入境 需要加強抽檢包製血液的樣本 經濟頭條 衝勁向蘋果供應電池 給阿迪 重上200元的股價大關 明報的報導 本港昨天新增3宗新型冠狀病毒輸入個案 其中2宗帶N501Y變異株 英國變種病毒群組昨天沒有擴大 特首林鄭英外承認 若有變種病毒輸入 就一定是所謂的走漏 只是認真研究 為抵抗人士驗抗體 就社交距離措施明天凌晨戒滿 他認為目前不是適當時放寬 明報的報導 香港如何成為抽獎城市 看看星島報導 商界連續多日響應政府呼籲 推出疫苗接種優惠獎賞 昨天再有發展商計劃 向已經打針的市民送出厚禮 長實長和聯同李嘉誠基金會宣布 將送出總值2000萬的禮券大抽獎 頭獎名是可獨得價值500萬元的長江集團禮券 可以買什麼呢 包括可以買長實發展的一手貿易 作為禮品 新世界發展亦都聯同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社區組織協會和聖亞國福行會 向基層發放1000元的資助 作為疫苗接種薪金或健康諮詢的津貼 免除打針首庭口庭的後顧之任 特首林鄭月娥感謝企業提出疫苗獎賞 說獎金價值合共超過1億2000萬 來自星島 星島側報道 本港近日再受變種病毒的威脅 但昨天未有新增本地個案 雖然暫時未見變種病毒的社區蔓延 但特首林鄭月娥 昨天說由於現在仍在進行追蹤、調查及檢測工作 目前不適當時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外防措施方面 林鄭月娥說當局有意為抵抗及檢疫人士 檢驗新冠病毒抗體 衛生防護中心正是研究檢測地點及方式 強調任何加多一重保護措施 當局原則上都會支持 星島報道 蘋果美國經濟評論一篇論文提及 有多間美國大學 在2017年邀請科大學生參與社會實驗 包括七一遊行期間點算人數可獲350元報酬 被黨媒質疑資助學生遊行 特首林鄭月娥回應時 認同境外勢力在香港活躍 科大學生會反駁她言論是 看不起香港人來自蘋果 蘋果另一則報道 國安法無恐不入 美國評論雜誌大西洋 星期日看出文章透露 上個月港大一群學者參與校內會議 討論新法例下如何保障研究和教責 有議會者表示無助 會上更加有教員 批情緒激動 向大學奉獻學術生涯 但被遺棄感到絕望和恐懼 文章最一步揭露 有研究生是透過國安法舉報熱線 舉報兩名港大教職員 有港大教員說 普遍教員都是對新例有憂慮 仍然希望找到繼續教員的方法 蘋果的報道 明報兩年前今日有百萬人上街 反對政府修訂逃犯條例 全國政協常委何處國 近日公開批評特首林鄭月娥 當日堅持修例不聽勸告 她前晚商台節目光明頂 斥責林太缺乏視野 不單本人受制裁 都連累香港無辜受制裁 對何處國言論林太昨天說 香港言論自由的地方 很多對政府施政的評論 她的團隊繼續以謙卑的態度聽意見 盡量在任期之內做到好的工作 而民主黨主席羅健熙說 兩年過去林太政府變本加厲不聽民意 相信沒有港人會認為她是謙卑 如果林太謙卑應該辭職 並非爭取連任 來自明報 星島報導 政府昨天提出 在2021至2022年度 凍結高層、中層和低層薪金級別 和首長級公務員的薪酬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 是公務員連續第二年動申 公務員事務局說 香港經濟狀況不利 和利好因素同時存在 同時各級公務員 過去一年的付出和貢獻值得肯定 小工會認為動申做法合適 也有跡方表示失望 認為當局應該通脹著情加薪 是星島的報導 星島又引述國際高級教育研究機構 是公佈最新的世界大學排名 本港維持有五間大學 是跡身全球一百大 是穩守本港一哥寶座的香港大學 維持去年的排名 是衛列全球第22 理大排名約升到全球排66 創了歷史新高 中大排名亦見上升 其餘校排名就下降 QS指暫時未有證據表明 本港大學的表現受到政治因素影響 因為本港高教界仍處於相當健康的狀態 這是來自星島的 星島你一則的報導 行政長官林靜我昨天就表示 歡迎和支持國家制定反外國制裁法 令日後的反制裁工作有法律依據 他批評某些西方國家利用涉疆涉港等的藉口 對中國制搖污衊 任何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和核心理的中國人 都應該有意粉填空的立場 星島的報導 日看星島則關於港府高層可能出現的調動 本港已經完成了選機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 加上明年特首換屆 官場肯定會大執委 升到獲釋 特區政府未來的主要官員人選將出現變化 當中海關關長鄧爾海 預料於今年10月退休 據悉他會繼續受到中央賞識 未來極大機會出獎廉政公署 擔任下任的廉政專員 接替押金在位9年的現任廉政專員白雲六 遇到他由海關一哥變成廉柱一哥 來自星島 星島另一則的報導 政府向專業專業團體授權 有48年歷史的香港會計師公會 今年就破天荒 由改革派以及民主派人士控制 不過政府昨日就表示了 有意將會計師公會的部分職權 轉移到財務會報局 據悉相關的立法工作 將於下個月火速展開 此舉將會令到公會失去監管會員的重要權力 日後只負責培訓及制定準則等爭議較少工作 有業內人士就形容 政府無法控制公會 就架空公會作為專業團體權力 星島報導 明報報導 律政司副刑事檢控專員林榮善 去年取得大律師資格 在上月29日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 甚至來了關注 大學公會昨天在會員發信披露 律政司司長鄭日華建議修改法律執業者條例 容許在律政司工作的律政人員 包括事務律師 是有資格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 公會說建議對業界影響深遠 邀請會員表達意見 港大法律學院講座教授陳文敏認為 建議是延伸出一系列的問題要處理 包括非大律師的律政人員 離開律政司時 投銜是否仍是資深大律師呢 會否是沒有了高院發言權和是否受制於大律師專業守則等 而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認為建議是公平 不覺得令到資深大律師的名銜貶值 這個來自明報 聲道報道 港台節目頭條新聞內 無品芝麻官和經方訊息等環節 被指內容侮辱警方 傳達偏見誤導公眾 通訊事務管理局裁定投訴成立 並向港台發出警告 港台工會和記協 早前入品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 要求推翻通訊局決定 案件昨天在高院繼續聆訊 通訊局一方說 去年2月節目播放時 警民關係撕裂 雖然節目主要提及2019新冠病毒防控工作 但社會仍受減緩但持續的社會動盪所影響 節目提及與警員相關事件時 應該特別小心處理 避免警民關係惡化 周家明法官聽取雙方陳詞後 須時考慮將擇日頒布書面的判詞 聖道報道 反周禮運動大約兩週年 至今6月底 有過萬人被捕 大約4月1人被檢控 各級法院只不過超過1,800宗相關案件 大約七成已經結案 根據明報統計 至少14宗相關案件 要排到2023年才開審 最遲一宗李大暴動案審訊更橫跨到2024年 有代表反修例案件被告大約師認為 案件拖得太久對被告不理想 律政司在少數案件不願分拆處理 或令審訊程序更長 有社工批評審訊距離案發愈久 審訊愈不公義 不少被告保釋條件嚴苛 對人一種侵蝕和消磨 這個來自明報 蘋果報道 網民去年9月6日快在九龍大遊行 一名新巴970路線車長 在彌敦道享安 和洗近一名清潔女工 事後警方翻查車內閉路電視 發現車長曾經單手握體判 警長張繼安 即是藝人張繼聰的包帝 亦出庭頂證車長向他舉宗旨 車長經審訊後裁定兩項不小心駕駛罪成 主任裁判官嚴信儀 昨日斥責車長三度犯不小心駕駛 容許情緒影響駕駛 即使受審時仍然說駕駛態度有瑕疵 但未至於不小心駕駛 估知法庭不會考慮判罰款 決定判處100小時社會服務令 蘋果的報道 接著看看報章的社評摘要 明報的社評說到 早前華府主張的21%最低企業稅率 水平偏高 私心明顯 經過一番討價還價 現在G7提議 將最低稅率定於15% 正稅門檻針對跨國巨企 而非一般企業 全球多數國家接入的機會相對較高 香港作為著名低稅港 所受影響初步看來未算太嚴重 但亦非全無影響 當局必須留意魔鬼會否藏在細節中 全球最低企業稅率一經制定 日後定有提升的可能 香港未來必須多管齊下 提升競爭力 避免過度依賴簡單低稅制度 作為招來 明報的社評 評友論道 環球最低稅率的提議 雖然是過了G7這關 卻還要通過成員 包括中國的G21關 然後再需要全世界170個國家答應 即使最下居率 估計短期內城市機會都不大 話雖如此 環球最低稅率之建議 對香港模擬都是當頭棒 林鄭掌權以來 將利得稅從半支15 提升到半支16.5 並且重度了美國兩級稅率的覆設 美其名系稅務新思維 凌設半支7.5的最低利得稅率 以優惠所謂初創企業 複雜的稅制是製造混亂 搖動中根本深入骨水 林鄭之禍既徹底 亦自明 這個來自蘋果 星島的世論說到 G7所持的理由是 打擊科技巨頭猖獗的逃稅行為 但背後還有增加稅收 和留住本國企業等意圖 對於自由競爭和全球化有負面影響 中港表面上雖然未受衝擊 但亦全球化的趨勢 對中國吸引外資或有負面影響 以及歐美日後會否提高最低稅率 打擊香港簡單低稅制 都是值得關注星島的社論 經濟就輪到金管局將研究發行 數碼港元的可能性 除了趕及數碼貨幣的大潮流 亦進一步加強金融科技優勢 推出數碼港元只是第一步 金管局還應提供長遠的規劃 讓金融界盡快檢視提升業務的數碼力 才能夠提升金融服務的競爭力 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先優勢 來自經濟社評 順報的社評就說到 特區政府鼓勵學童打針 可取的辦法始終是加強宣傳和誘導 盡可能減少疫苗猶疑 學童是否打針很大程度上是受家長影響 因此消除家長的戒心是必不可笑的宣傳策略 容許學生和家長一起在學校或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打針 亦都是合力的考慮方向 既然科學數據支持未成年人士接種疫苗 這樣除了商界為家長提供誘因之外 校方亦都應該向學生是曉耳大意 為早日捉起防疫屏障出一份力 順報的社評 文匯特提出說 公博與民共度時間更顯擔當 作為受疫情衝擊較少的群體 公務員應該更加在抗疫紓困服務市民的工作上有更大擔當 尤其要帶頭接種疫苗提升疫苗的接種率 同志都努力落實各項的紓困利民措施 以實際行動推動本港控疫 加快經濟民生復縮的部分 讓全港市民早日脫離苦放 以致文匯社平 接著有新聞解讀說說說政府 突然出手對兩大專業行列 有些新的安排 新聞解讀 新聞解讀 我剛才提點到香港政府在管治上 例行一種小政府思維 而將更多的權力和責任下放給社會上的專業團體 而香港專業團體經過幾十年來的成熟醞釀 都令到香港成為一個所謂專業的保證 香港如果擁有某種專業資格 你到全世界都受歡迎和認受 因為你的專業是很實在的 包括回計師、香港法律界朋友、香港醫生等等 建築師等等 但突然間在一個要翻天覆地去改造香港的行動當中 竟然就連這個會計師和一些在法律界長期 一些運作有效和認受性很強的一些升任計劃都要移動 先說在法律界方面 有傳媒形容 今次律政司研究修例 將核下事務的律師 不需要有大律師的資格 亦都可以升仙 就是升為資深的大律師 亦都有一些大律師 其實就是梁家傑 資深大律師梁家傑在受訪的時候就說到 其實一般要晉身成為資深大律師 首先要有大律師的執照 亦都要做十年以上才有資格去做資深大律師 但現在律政司有意修例 將一些連大律師都不是的人士 即是有律師牌照的人 都可以委任成為資深大律師的時候 其實整件事的安排都是有違 即是過往的做法 亦都會不會是連法律界都連行規都不肯 即是不跟這個行規破壞了整個 即是事務律師和大律師本身的分野 這就是律師的部分 先說到會計師的生殺權 現在政府又有意把手伸入 將整個會計師的公會 將整個實權收歸政府所有 會計師公會日後還可以做些甚麼呢 可能只是做一些輔助工作 甚至只是安排考試 或制定準則等這些輕微事務 當然任何的專業組織 你所定下來的規條、資格或傳統 不是一成不變 是要與時並進 但這些變革必須有廣泛諮詢到業界的意見 而不是政府由上而下去決定操縱 你不能不接受 但你剛才看見這兩件事情的發展 是完全沒有考慮到業界的反應 為甚麼呢 很簡單 大家從政治角度去考量 這兩個範疇 亦都是近年來被視為 是被民主派 是可以壟斷到行業 包括在選出他們的功能組別議員 包括在業界當中 一些重要的中央組織 亦都是被民主派 是長期可以搶到位置 在日後 相信中央都不需要再擔心 在專業界別上 會不會還有一些反對聲音 畢竟即使有反對聲音 但在新一屆立法會 即使有反對聲音 都不會過半數 畢竟有些獲委任成員 再選出來的人 其實已經合起來 都過了半數 所以究竟政府 現在的手越新越過 在一些專業界別上 似乎想把權力收回中央實權 日後 過往一些被譽為專業行業 再在日後 能否保持他們的專業水準 甚至是專業操守 都仍是民土 都可能得直開始 可能會有更多專業行業 政府的手越新越入 越新越前 當年都可以看到 政府更加能控制大局 其實在國安法實施之後 大局已經定了 何必還要搞這麼多小動作 而達到一種管治上的安全感 而抹殺了香港一些 賴以成功因素 破壞了香港一些 優良的傳統和制度 時間來到8點半 下個節日 風波到的茶杯 D100新聞兄弟 明天